因为今天王教授来这边 他带领很多一些新的观念跟领域来自于金融 包括刚刚聊到在金融科技的部分 科技创新 永续投资跟数位科技 新趋势如果你能够掌握的话 它就是商机的来源 想到永续科技 有一些人的账单我自己是没有 有一些人账单我知道 可能他的账单上面都有一些 碳足机的数字出现了 国外的银行比较多吧 台湾现在还比较少 就是如果是账单的话 就是你用信用卡消费的话 因为现在像Mastercard或者是Visacard 他们其实在国际的新创公司 这种科技的协助下 它每一笔消费出来 你在什么样的公司买什么样的item 它都可以把你的碳足机算出来 好 我给大家看这个标题 它是人人要缴碳费的时代来了 每个月信用卡的账单还能够看到 上面有碳的排放量 然后你买碳权 有些诱因它可以用 我们不是红利兑换点数吗 你也是这个现在有些银行 像欧洲银行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靠着金融科技 然后你每个月产生的碳足机 然后可以用红利点数等等 跟你去做一个交换 然后把这样的东西运用在 拯救海洋上面 他们已经在做了一个实际的运用 大家都对于碳税的观念 在台湾 实在是感觉一般老百姓会觉得说 距离我们好远 但最直接的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为什么房价降不下来 因为建商说现在碳税要上路 建筑成本因为碳税的关系 房价占15% 他马上就给你感觉到 原来碳税这么直接 房价就是因为这样子降不下来 因为未来的新预售屋里面 都要纳入了碳税 我们台湾的碳交易所 是2023年底才成立的 接下来碳交易的市场 是绿色金融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 而且这个对于金融市场 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转变的变革 关注点在哪里 对 其实现在因为在气候变迁 很有全世界在做这个减碳的趋势下 整个政府透过碳税或者是碳费 因为台湾是用碳费 全世界其实都是有碳税 或者是说强制性的碳权交易 跟资源性碳权交易 市场这种不同的一个机制 在让企业跟个人协助在做一个减碳 以台湾来说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碳权交易所在去年就挂牌了 2025年之后台湾针对2.5万吨以上的制造商 跟一些排碳大户会征收大概500家左右 我们就会开始征收碳费 这个碳费的征收就会 企业本身他就会开始说 如果我已经到了那个门槛 我就要赶快减碳 不然我就要交钱 所以它的营业成本就会增加 那这个诱因就是让那些台碳大户 能够赶快减碳 可是其实他们也满可怜的 因为台湾真的没有绿电 我要问一下那台电它就是 我们现在还是烧碳为主的发电 对啊 它要不要碳水 对 其实台湾最大困难是说 如果我们的碳费上路之后 台湾又没有办法有一个绿电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电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制程的过程 跟国际上比起来 因为像我们前置在讲西班 他们要去跟这个边境关税 我要到外贸到欧洲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制程 我们张电 对 所以我们就造成我们的这个碳的成本很高 然后你要叫它克税 所以其实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大型的公司 现在竞争力就会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括国外也要克我 然后国内也要克我这样子 所以其实台湾发展绿电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 另外有一些公司为了说 我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外贸 那我就不要从我这边去制程出来 我就可以到那边 设厂在那边 有绿电的 比如说什么加拿大 或者是有那种很多绿电的 而且它制程的过程里面 你去外面设厂 那这样的过分 我只在把它送到欧洲去 不行 这变成媒体标题产业出走 带走人才跟工厂 会造成整个台湾 就是说整个营业成本上面的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 台湾如果要避免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最好是不要 因为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竞争力 还是应该留在台湾 可是台湾如果要做碳费这些事情 又再加上边境的碳关税出现之后 我们最好的留财方式 当然除了台湾积极做绿电之外 你就要有碳权市场 我刚刚讲的 那个自愿性碳权市场 如果能够交易跟出来之后 其实在那个减碳的这个成本 就可以大量的下降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台湾 除了我们在做这个碳交易所之外 我们现在的碳交易所 是可以把国外已经被认证的碳权 以前很多的企业 比如说奇美 或是他们有一些 就做外贸比较多的公司 他会到新加坡去买 自愿性碳权市场来抵消 他可能要被课的 或是说他的碳的成本这样子 那以前你可能要到新加坡去买 那台湾证交所是很积极的 我觉得他是 就是我们证交所这一块 是做得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他成立了之后 他首先是说 你本来要去新加坡买 或是其他地方买 那你可以在台湾 就可以让你可以变成是一个 有个交易所可以直接去买 那未来我们应该就是要让 再来他就做非常多的教育 碳金融市场 碳交易碳权 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政大也是在协助这一块 在做这个很大的推广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刚刚就提到说 再来我们要做 就是说国外的这个碳权的引进 到这个人才培育之后 我们要做除了碳费之外 就是碳的自愿性市场 台湾一定要可以自己可以做 自己产生的碳权 可以在自己里面做交易 那这边比较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我们的机制 我们的交易机制 我们的碳权的费用 碳价 还有包括说我怎样被认证 国际认可我 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 现在应该非常重要的 一个要走的一条路 政策上 刚刚王家作讲的所有的观念 我都认同 但是也都知道 他的治安难行的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台湾发展 能源政策方向 从来不是专业考量 都是在政治上面做一些考量 有一些东西 就是明明知道 这个这样子的发电 会有对于企业来讲 碳税会有增加 发展绿电很重要 那国际已经认定 有一些 比如说国家都已经认定 核电算是绿电 但我们台湾不能做 所以有些 就是会有一些 美巴尔做完全做专业上的 一个评断这个分辨配置 对不对 不过我想这一次COP28 也针对核电的部分 有提出一些比较大积极的开放 可能的呼吁 我觉得就是说 这可能是真的是政府层级 特别是新政府上来之后 应该好好地去考量 就是台湾怎么样 让这些再生能源干净的能源 就是取代现在所谓的这个碳权 或者是造成碳成本很高的这些 可能这个成本 让我们的真的可以把我们好的企业留在这里 不然你就会变成是所有的 像台积电这种非常有竞争力的 台湾本来很重要的命脉的 这些公司企业 你会逼他们往外走了 我们每次聊到台积电这一个台积电的议题 大家都会把它解读 放在中美的地缘政治竞争的价格 之下去探讨这个事情 雄本的出现 凤凰城的出现 都是因为要分散中美之间的科技抗争之后 要分散风险到不同地方去 有差的那个晶片生产或设计 会用那个角度去想 但是你就企业经营本身来讲的话 你确实是在台湾生产 你的电的来源 如果要在国内又陪磕碳水 在国外又要被磕的话 你减低它的成本到有绿能的地方 去发电的地方生产 就少了一个碳费的成本 所以其实就反过来想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走 其实还是有 不是只有这个什么中美关系之外 它其实还有非常大的诱因 可能还是来自于说 我们没有干净的能源 那这个快可能也是新政府 要非常努力的地方 来 这个科技金融创新 又一定要讲一下这个Fintech当中 在AI进入这个领域以后 发展的迅速的程度 跟可能性越来越难想象 因为太快 我在几次大型论坛当中 就几年前就在聊说 这个下面都是 因为金融公司办论坛 很多都投资朋友 说你们比较信任 AI里专 还是你们现在自己的人类里专 大家都觉得说 如果投资要真的 要精准获利的话 AI里专可能比较好 因为他们没有人性 他们就是大数据的资料库 帮你去做判断 秉除掉些人性之后 可能会归纳来讲会更精准 但投资朋友还是很多 会去找他们自己里专 为什么 因为很多有钱的长辈 就是喜欢去银行泡杯茶 去跟你专聊聊天 所以人还是有没有办法 有温度的服务 有温度的服务是不会被取代的